大学指考成绩揭晓了 家住云林东士乡 从小在市场帮爸妈卖鸡鸭的 台南一中学生黄庭文 即使在繁星推真 陈大医学系面试中落榜了 但是在收拾心情 埋头苦读之后 终于考出了565.9分的高分 不只渴望进入台大医学系 甚至还难夸二三类组的全国榜首 云林东士乡从来没有出过全台状元 摊犯此地黄庭文写下历史 一口气咏夺第二跟第三类组的双榜首 连乡长都赶来贴红榜祝贺 连自己都还没收到成绩单 黄庭文也感到意外 从小跟着爸妈在市场摆摊 卖鸡鸭鹅肉 一直爱读书 跨区考上了台南一中 住校三年成绩也都维持第一 但在学测中失常 繁星推真 陈大医学系也在面试中被刷掉 让他心情一度低落 完全放松了 之前还有点担心会不少这样 前一次失利 黄庭文整理心情 每天只睡五个小时苦读 果然在指考当中冲出了 二类组472.3 三类组565.9的高分 双双缔造今年指考全国最高分记录 记者廖文斌 许玉文 云林报道